在运通 你好 欢迎收看熊财战略 今天大盘再大涨的110点 那主题我跟大家讲说 这个行情它是处于破底翻的格局 那破底翻代表一个 多头洗盘的策略再度成功 那这个行情基本上 我就跟大家讲过 今年的行情它是一个多头市场 这个前提一定要先确认 我为什么说是多头市场 因为你可以发现到 今天为什么大涨 因为美国的联准会 可能在今年已经不升息了 那重点是明年 我认为明年下半年可能会降息 所以升息的循环 已经告个段落了嘛 那升息循环告个段落 接下来就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它开始要慢慢的降息 所以资金面是有利于整个股市的 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 这个行情我一直跟大家界定 我并没有说 这个行情这样破底下来 这边破底就告诉你 这个要放空 这个是空头 我刚才讲它这个都是 破底就开始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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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已经好几次这样子了 它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在节目上也跟人家讲 因为没有这样子做的话 它没有办法把你的股票洗出来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 我说赢家获利的核心是什么 耐心信心决心 它利用假破底的方式 让你失去耐心 它利用假破底的方式 让你丧失信心 到最后你觉得股票这么难操作 不要做好了 退出股市好了 或者是干脆来放空算 对不对 前一阵这个大盘往下跌的时候 人家说AI的这个限制晶片 包括像战争 尾巴战争 对不对 那大盘破底了 那你是不是 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了 那我跟大家讲什么 我跟大家讲说这个行情 你看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 出现一个破底翻的动作 所以它破底 在那破底的时候 其实我认为这个地方就要开始往上涨 但是它多跌这一段 它多跌这一根 我认为是在故意在做一个杀融资 因为这里可能还没有人会想要 这里已经破底了 所以大家还观望一下对不对 但到这里就受不了了 这里再破亚去全部都出光了 全部受不了了 那受不了之后 这根残亚受不了之后就开始涨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这个地方 破底的时候你是不是受不了了 受不了就开始涨了 那这个地方也是破底 破底下去受不了开始往上涨 它已经好几次这样走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这个行情 每次都这样子希望你能够了解说 这个主意在干嘛 你不要看错行情 看错方向 那你看 我跟你讲说赢家获益的核心是耐心信心决心 我跟你讲什么股票 我跟你讲说中砂 1560的中砂这个我持续看好 我持续看好 我也跟你讲过 我说接下来台积电从三奈米 要跨足到两奈米的过程里面 这个钻石碟基本上需求 跟这个技术会往上做提升 所以我认为对中砂这档个股来讲 它后面具有一个非常大的利基点 这个所谓的利基点 它不会因为整个大盘碟而失去 所以我跟大家讲东西我就跟你讲过了 我说基本面不会变来变去 会变的是什么 会变的是这个股价上下坡动 这个坡动你涨你就看多跌 你就放空 你就看空 那你当然就被扒来扒去 那你看我跟你讲说这个 从九月底跟你讲说 我一路跟你讲做多 我一路跟你讲做多 你看11月1号 我还是跟你讲这个还会再涨 对不对 你看11月1号你看涨6块 11月2号2块半 11月3号再涨9块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股 你看它在股价走势 这个叫什么股票 这个叫什么股票 我跟你讲 接下来我要跟你讲的东西 你一定要记起来 会让你大赚的股票特色 这种股票它就是什么 脱离地心引力的股票 脱离地心引力的股票 我为什么说脱离地心引力 你注意看 你看这个中砂 这个地方在那边做震荡过程 你看这个大盘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一路的往下跌 它这样指数往下面做拉扯 大盘是不是一直往下做拉扯 但是你看一下 中砂有被拉下来吗 它没有被拉下来 它顶多在那边盆整 但大盘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大盘 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是破底下来 是不是往下破底 然后反弹上去再破底 是不是一直往下做拉扯 但是你看中砂 有扯下来吗 扯不下来 拉不下来 拉不下来就开始喷了 对不对 我跟你讲说 我现在对这种股票很有兴趣 我早跟你讲过了 我坚持 我跟你讲说我专注在什么股票 我专注在这些股票上面 大盘在跌 我知道大盘在跌 难道我们有眼睛看吗 大盘破底 我也知道大盘破底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告诉你 我专注在这个强制股 成长股 转机股 我说未来这些股票会创新高 我说你现在不信没有关系 我说时间会证明一切 对不对 你看我节目这一段时间 我相信你看得非常清楚 时间会证明一切 超过五成 超过五成 对不对 我昨天跟你讲什么 我跟你讲说什么 你来看一下 我说身家电子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强制股 这个也是大盘在跌 跟它没有关系 大盘在跌 它一直垫高底部上去 对不对 这种股票就怎么样 这种股票就是脱离地心引力 那你看 我昨天还跟你讲过 它的光学感测晶片 它接到韩国三星这个大订单 还有中国 OPPO跟小米的订单 所以这种是属于成长股 那你看它震荡往上涨的过程 我跟你讲这会融资跑掉了 我说这种股票 后面还会再大涨 这一种就是什么 强势股 这一种就是成长股 这种股票会脱离地心引力 那你看 11月12号 拉涨你42块钱 11月3号再大涨 再拉上去 再涨24块半 这是我昨天给你的扣讯 对不对 我现在对这种股票比较有兴趣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现在昨天在涨 还是很多人在讲AI股 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到底是反转还是反弹 我认为是现在你要注意到两种股票 一种股票是反弹的股票 一种股票它是反转走回升的股票 你要把资金放在那种走回升的股票上面 你才有大赚的机会 你才有反败为升的机会 那我说AI股呢 这里充其量是跌升反弹 为什么AI股是充其量 它是跌升反弹 因为AI股上档的套牢筹码太多了 它层层的套牢反压在上面 所以每次叫一谈 解套卖压就跑出来 一谈解套卖压就跑出来 那你要知道主力大户 基本上在做股票的时候 它最忌讳是做什么 它最忌讳是做那种解套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它不想要花钱去帮散户解套 不会有一个主力大户会想要这样做 我今天问你嘛 今天如果是你是主力大户 你有几百亿的资金 你会想要去买一档各股帮散户解套吗 你有这么大慈悲心吗 还有如果你有我真的很敬佩你 但是问题是 大家来市场是来赚钱的嘛 是要让自己赚钱的嘛 不是来市场上帮别人解套的嘛 所以为什么AI股很难大涨 你看今天AI股 今天AI股基本上也没什么涨啊 你看今天大盘在涨 它今天都跌啊 今天给你抢到最低点好了啦 就算是给你抢到最低点 就算是你抢到这个最低点 让你买到最低点 你也没赚多少嘛 你也没赚多少嘛 你看我们的股票你看 这个涨五成上去嘛 对不对 这个涨多少上去了 所以我告诉你一定要换股 你要换股 像我们今天就是一样 把一些会员朋友的持股呢 或者一些有些会员朋友呢 有些投资朋友 他可能是他自己去买了很多AI的股票 买完之后套得很严重 然后问说这个地方到底该怎么反败为生 我就告诉他 你接下来去你要去买什么股票 你要去买那个脱离地心引力的股票 那种股票才会让你大赚 那种股票才会让你在市场上 把失去的捡回来 你看我昨天跟你讲什么股票 你看六五三一的艾普 你看他这一次拉回的时候 你看大盘破底 他没有破底 他没有破底嘛 对不对 他已经告诉你 他已经比大盘强了嘛 那他这个地方拉回 基本上是在什么 在把这个前波的高点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换手 做一个洗盘的动作嘛 我跟你讲过了嘛 所以他这波拉回 虽然他拉回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拉回的幅度很小 所以我告诉你像这种个股呢 很明显的它就是什么 它也是一档脱离地心引力的股票 因为大盘在跌 跟他也没什么很大的关系 他只有小回档而已 而且这家公司我讲得非常清楚 我说在未来整个AI长线的趋势里面 它做这个3D一直的堆叠技术 目前这个技术就这家公司做出来 这个技术可以提高记忆体的平观 也就是说这个技术将来会切入 快速传输领域 那么快速传输绝对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告诉你它是一档成长股 那你可以发现到主要跟你讲 它已经先拉上去了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拉回回撤完以后再度往上做攻击 那我告诉你这还会再涨 这个还会再涨 好 昨天11月2号先拉涨停板 今天11月3号再涨 对不对 那你看它的股价这个地方 是不是再度创下新高 对不对 那它涨上去你看这个融资都减了 它跟AI股不一样 那AI什么组装股 那AI一些大型股 你看它们一涨上去 融资马上跑进来了 所以那些股票基本上 我就跟你讲过 它们充其量是跌升反弹 还没有回升的条件 还没有回升的条件 所以我跟你讲过 你要换股 你要换股操作 换到什么股票 换到这种股票上面 你未来会看到这些股票 一档一档各股在往上狂飙 一档一档各股 大涨 那这些股票是怎么样出现的 这些股票基本上从这里来了 就是我之前告诉你 为什么我一直在专注这些股票 因为我说看大盘已经失真了 我昨天跟你讲过 因为大盘我跟你讲 它是大型股组成的 是台积电 是鸿海 是台硕 南亚 还有金融股组成的 那些大型股票 基本上大盘没有量 它不会涨 但是你忽略到另外一个族群 这些族群 它不是大盘的成分股 它是中小型的成长股 它跟大盘没有关系 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讲说 如果你看大盘 你会失去真相 你会看不到真正 会让你赚钱的机会 真正让你赚钱的机会 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里 我一直专注在这个地方 不是跟你讲非常清楚吗 我告诉你 这些股票未来会创新高 这些股票未来会让你大赚 是不是 我改变我的看法吗 我跟你讲 专注才有成就 今天你要从职人变成匠人 到后来变成神人 都是靠专注 你要在这个领域 你要在这个族群里面 你要选择什么 你要专注在强势股 专注在成长股 专注在转机股上面 你才有机会赚大钱 包括像你看 这档个股 4967的实权 今天最拉尾盘 这个实权 实权实美 实权 这档个股是做记忆体的 我跟大家讲 通常在这个 你知道前年 应该是前年吧 那时候涨最凶的股票 是航运股 航运股为什么大涨 航运股大概涨十倍 航运股大涨是因为景气循环 它是景气循环股 所以当景气开始 从谷底翻扬上去的时候 那么航运股 它搭上这个景气循环的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股价大涨十倍 股价大涨十倍 你知道电子股里面的景气循环股 是谁吗 我认为电子股景气开始要开始 也是从谷底开始要翻扬上去的 不管你去看最近的这个景气 对号讯号灯 或者你从美国股市的 这个所谓的升息的一个调 升息已经到一个顶端的时候 情况你都会发现到 我认为整个景气已经开始慢慢从谷底翻扬了 那么从谷底翻扬的情况 它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景气循环股会领先往上面涨 而且这个涨幅通常都很惊人 很惊人 你看这个航运股之前前年涨十倍 涨十倍这种这么惊人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认为电子股这个景气循环股 电子股来讲最具有机会性 就是在记忆体这个族群 你看记忆体族群其实在第四季的时候 在今年第四季的时候 报价已经开始在往上调整了 调涨一层到两层 那么在往上调整的过程里面 或许你会觉得说它是不是只有调一次 我跟大家讲 我认为今年第四季调整之后 调涨之后 明年第一季还会再往上调涨 因为景气开始从谷底回升 所以我认为 AI跟HPC刺激记忆体的需求往上 合约价 D-run Netfish合约价将逐迹的往上调整 我认为至少这两层 所以它的股价就开始往上喷出 往上喷出 而且我认为都还没涨完 这种股票就是跟你讲了 脱离地心引力 你不要去预设高领在什么地方 很多股票都很多 你看我跟你讲这些股票 全部都脱离地心引力 大盘再跌 我都告诉你还是会涨 我跟你讲说我根本不管大盘再跌 因为我知道大盘就是洗盘 那个是跌给散户看的 跌给投资人看的 让你觉得破线 让你觉得破底 你要赶快出股票 你要赶快停损 你要赶快出 你要赶快杀 你要赶快放弃 对不对 但是那个做给投资人看 那个破线是做给投资人 我跟你讲说那线是阻力在做的 他们就是故意这样做 因为不这样做 它洗不出你的筹码 所以那个大盘我 其实我不是很在乎这个大盘 我认为大盘失真 我认为这个行情还是多头市场没有改变 所以我要锁定什么 我要专注在什么地方 我跟你讲说我要专注在成长股 强势股 转机股上面 那这些股票未来就最有机会创新高 而且不但创新高 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不但创新高 这样在整个景气开始回温的情况之下 他们会脱离地心引力 未来会涨三层涨五层 甚至挑战一辈 他们都具有这样子的条件 具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才告诉你 你要好好把握 我主要能不能跟你讲 这个反败为胜 昨天很多投资朋友加入 一加入完以后 你看我们股票金又大涨 所以今天最后一天 这个优惠的专案 把握广告电话号码 跟上脚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现场 再做更进一步的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成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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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知道會不會有蟲啊 那是說你們老感情啊 是要怎麼做呢 旬 土 青 露 要經常駿屎 我們家來家外的容器 比較多的地方 把那水清清的 倒掉的 漬水 還倒口 除水的容器 要加烤鍋 清毒 沒必要的容器 要分類火燒 最重要的 把那容器裡面 擦一擦 清毒 蟲子的軟 家裡家裡如果拼乾淨 蟲子就沒代理啦 這樣才不會團結 那天高烈 旗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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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這個行情基本上我跟大家講過 有兩種股票 第一種股票是走回升的股票 第二種股票是走反彈的股票 那你要把資金放在回升的股票 好 如果你放在反彈的股票 你看這一次的AI股 它跌很深的 但是它跌升反彈嘛 就還是你買到最低點 你也賺不了多少錢 因為它只是跌升反彈嘛 能彈一層還彈兩層 能不能彈那麼高都不知道 上面層層套到反彈 在等著它賣 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過 會讓你大賺的股票 一定是脫離地心引力的 所以你看一檔股 你看一下 這檔歌舞叫臺灣銘板 你看 你看它的股價 是不是這樣一路狂奔 那你注意看 你看這個大盤 大盤是不是這個地方 是不是一路往下破底 對不對 那你看它這個地方 就已經開始一下 你看你對照一下 這個地方開始在起漲的過程裡面 你看這個大盤 是不是還在往下破底 是不是從這邊一路往下跌 所以大盤 它很明顯是一個 往下拉扯的力量 這個是地心引力 往下拉扯的力量 但是你看 它扯不下來 它扯不下來 它沒有辦法把這樣 給我扯下來 所以它脫離地心引力 那脫離地心引力的股票 就怎麼樣 就這樣的狂飙大漲上去 所以我跟你講說 為什麼你現在要買這種股票 因為這種股票才會讓你大賺 不管你從AI股裡面損失多少錢 你只有這種股票 可以讓你反敗為勝 你看這次AI股很多人套那麼多 然後到現在 一直想要抄底 一直想要買在最低點 我跟你講過 第一個最低點 你叫股神來買 不見得都買得到 第二個它跌身反彈 跌身反彈以後可能還要再拉回 你搶這個跌身反彈的股票 不會讓你大賺嗎 很多人就是跌身反彈 如果你低點也沒買 你等它反彈 它能談到你買的價位嗎 如果談不到你買的價位 那你是不是要浪費這段時間呢 那這些什麼脫離地心引力股票 一直大漲上去 你是不是都賺不到 你是不是一毛錢都賺不到 你只能等你的股票解套 那等到和年馬月 猴年馬月 你等到什麼時候 所以你看昨天我還跟你講說 為什麼你要趕快來跟上腳步 因為你看昨天我跟你講這兩個個國 我說即將創新高 我現在跟你講的股票 都不是告訴你說 它已經漲一大段 然後你趕快去追 不是了 我告訴你這些股票後面要創新高 所以在它還沒創新高之前 你趕快跟我進場買進 然後我幫你做一個什麼 調整持股 然後這些股票 就是後面就創新高上去了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我現在這個行情 你要選擇反轉回升的股票 還是選擇跌升反彈的股票 這攸關於你後面 你能不能反敗為勝 你能不能反敗為勝 現在就是一個關鍵的選擇 我們這個反敗為勝的專案 今天昨天加入的很多投資朋友 今天就開始在獲利了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最後一天 推出這個優惠專案 好好把握 我會帶你買進回升的股票 帶你買進脫離地心引力的股票 把握機會跟上腳步 最後祝大家操作順利 本公司與所推薦飛機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現在教練正跟達者比喊號 好累喔 寶貝上班累嗎 好累 給你笑笑 謝謝 晚上來做運動 很燙喔 快去拿蠻牛 保利達蠻牛 精力充沛 等你喔 保利達蠻牛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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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運達投顧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